上集说到 玄龟受到惊吓 撞上了双姿岛 除了熟睡的懒羊羊之外 众羊狼都被带上了岛 海师族趁机偷归 醒来后懒羊羊独自对抗他们 结果却引来了保镖 羊村守住者 7 熬游神秘羊 懒羊羊争夺赛 你们想干嘛 不要伤害我 我只是一只可怜的小牙 按着惯例 凌分测量 测量什么 红尾 我这边三十 我这边三十点一 加起来就是六十点一 我的头彩没那么大 手臂和肩膀 我这边二十七点一 我这边二十七 腰围我这边二十 我这边也二十 看起来我也不胖嘛 他头发尖尖的只向我这边大 他的尾巴更靠近我们这边 我这边二十七点一 他是我们的 他是我们的 你放手 你们别 别拿了 幸好我没站在中间 那我们先撤吧 嗯 快去报告岛主 你们也去 是 宫宁岛主 我要你们的地 种糯米 你好 我是阳村的村 根据我们的研究 你们的土地 很适合种糯米 你说什么 两位贵逼 我的意思是 我想用你们的土地 来种芝麻 糯米岛主 阳村是我们的家园 我们不能给你的 来人 请坐 没关系啊 你们以后可以住到我们岛上 不行 我们不归留在这里的 我们还得想办法回清清草原呢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可以 再给你们十年时间考虑一下 不 岛主 有个雪高头小羊 站在中州线上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划分 请倒入地独 雪高头 是 我去看看吧 他是我们的朋友 我也去 当然没问题 你们是贵宾吗 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 我亲自去 我和他们留在这 你们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好的 村长 佛肥� tut 是N sleep 看他们 在那 还有我懒羊羊呢 放手 我为什么要听你呢 那 我最爱的 这个贵宾 你自己说 是不是想来我这边做客 你敢答应他试试 飞鸭鸭 飞鸭鸭 快救我啦 这是我们的事 不许任何人插手 不好意思 请问两个岛主是敌人吗 他们是两兄弟 两兄弟 后来发生了那件事 他们才闹翻的 什么事啊 为了敲鸭 冲啊 怎么就打起来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要伤脊肤肤啊 表弟 好久不见 你要的黑芝麻 太好了 谢谢表哥 我给你带来上好的糯米 牛哥 终于又见面了 神之妹 你最近好吗 中手 雪糕头小羊 你来决定去哪边 对 放心大胆地说出来 我给你做主 有了 为了公平起见 你们两边进行比赛 我胜一方就能得到我 比赛 有点意思 可以 比什么 好 欢迎大家来到 懒洋洋争夺现场 好 废话少说 今天要比的是 谁的美食好吃 真不愧是懒洋洋啊 我宣布 我宣布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完成 完成 是年糕 这是凤凰年糕 太好吃了 是紫米饭 错 这是我用黑芝麻粉 一粒一粒 一制的黑芝麻米饭 既用米饭的样子 又兼备黑芝麻的香味 也很好吃啊 两样都非常好吃 真的很难选 我选 我选 洛比达 是我们赢的 不不不 比赛是三局两胜 第二场比拼的是 半号甜品 看来懒洋洋洋还没吃饱呢 我怎么又是年糕 还有别的吗 成人有 阳性年糕 我不想吃年糕了 来尝尝我的甜品 这是我最新研制的黑芝麻奶茶和黑芝麻脏脏包 第二局甜点 芝麻打获胜 赢了 赢了 还有第三局 别得意的太早 第三局一定也是我赢 我才是最后的获胜者 获胜者是我才对 老羊羊羊 这边 第三场 已睡觉 睡觉 没错 先睡着的一方就是最终的胜利者 就能得到我懒洋洋 为什么要比睡觉呢 因为有位名人曾经说过 吃饱了就要睡 睡饱了就要吃 那个名人应该就叫懒洋洋吧 另外 你们比赛睡觉 为了公正公平 我和我的伙伴们要做裁判 没错 好 那么 比赛开始 愣着看什么快睡起来 原来你是故意让他们比赛睡觉的 当然 不要怎么逃跑 嘘 鬼爷爷别睡了 可以游出这两个岛吗 鬼爷爷被链子绑住了 那我们赶紧下去 把链子解开吧 看我的 哎呀 发生了什么呀 这是警报声啊 在那边 不好 快走 快抓住他们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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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醒啦 你们就别想逃了 要是在我们的手上 其实 我们刚才只是测试你们 看来 你们没有一个人睡着 那这次比赛就没有获胜发 啊 哦 我赢了 他闭着眼睛睡着了 啊 啊 他居然真的睡着了 三举两胜 蓝羊羊是我的了 是羊羊救我啊